行动党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邱培栋强调 MyStatera应用程序是防疫工具 而不是敛财工具 政府或任何私人公司都不该用来赚取任何盈利 邱培栋今天发文告表示 传闻政府正在与相关运营公司 就一份价值数亿令吉的合同进行谈判 这是不该发生的 因为MyStatera应用程序除了是用来防疫的公共工具 里面的资料也包含了人民的隐私 政府不该交给第三方来运营 邱培栋说为了控制疫情 政府规定人民进出所有场所都要使用MyStatera 但如今这个应用程序随随便便就变成了一个商业交易 政府愧对人民 他坦言这个应用程序需要一定成本去维修 政府也可以为此指定私人公司进行维修 但合同必须合理 而不是让有心人士借机谋取利润 他也强调最好的方式是公开招标 公开合同所有细节 以便让民众监督和评估已经达成了协议 但目前政府却是以直接谈判的方式进行